这关键点出什么 就是说市政府相关的 包括这个市议会这些人 包括市政府前市府 柯文哲市府这些人 现在被告的很多 收押续押的很多 但是他这个钱有从哪里来呢 他这个钱有可能是进到柯文哲口袋 有进到的是 目前知道是朱雅虎承认210万 是不是进到民众党 党部对不对 民众党部有怎么把钱转出去的 那就要问党了 所以朱雅虎的角色 不只是之前在市政府里面 当过市政府的社会局长 当过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 更重要的是 朱雅虎现在的角色是什么 他是党的角色 所以要问你党说 那你这些钱进到你们党 你们党到底怎么转来转去的 所以市府这一块 已经巩固了 现在巩固民众党这一块 你民众党收进来的政治现金 为什么这么多化整为零 将近2亿的政治现金 那你怎么应用的 又去木可公司又去哪里 开始处理到党这一块 只剩下哪里还没处理呢 我觉得两个关键的人 举止当要回来 一个是黄珊珊还没有处理她 一个就是陈佩琪还没约她 我觉得陈佩琪 黄珊至少王立宁讲说 同样的手法给她210万 那到底黄珊珊 尤其还有她开了三次的协调会 那黄珊珊在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这是目前检方还没有动作 但是我觉得下一波就是她了 我要让大家知道说 政治现金里面会涉及 最少的法律问题在哪里 大家知不知道政党 政党是法人 所以政治现金 是给法人的 给法人的话那就是法人的钱 法人的钱 你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 把它洗出去到木可公司去的话 这会变成什么 侵占罪 业务侵占 所以大家搞不清楚说 哎呀 政治现金 我们跟着说 扮得这样 扮得团很多人 他传了十几个人 检察官好像小案大半 现在就是很多小草他们的质疑 小草们 我告诉你 你们支持的民众党是一个法人 法人的钱就是法人的钱 连董事长都不能乱用 董事长如果是股票 公开上市的公司 董事长乱用公司的钱 这个是证券交易法 哎 轻轻拆在了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那是我指的是股票 公开上市的公司 所以为什么 会有个消息传出来说 金华城的这个案子里面 对不起 这段稍微插一下 我说过阴影 这金华城审清了这个里面 他有好几家公司 都是股票公开上市的公司 所以法人的钱 如果政党是法人 你把他的政治现金 用到另外一家公司 木口公司等等去的话 还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还有政治现金的问题 所以这样就三个法律 三个法律 那罪都很重的 我让大家知道 小罪是罪哦 所以大家了解说 这个业务清詹罪是蛮重的 至少都六个月以上 换句话讲是不能议科罚警的 因为他最少要判你六个月 所以在这里 我们会继续追 让大家了解的时候 我们更要知道 两天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民党权力要挺谢国梁 这个有意思 国民党权力要挺 那当然马英九 昨天去了 跟谢国梁握了手 他的死亡之握 会不会又发 效呢 会不会又有 效力出来呢 大家都在看 我们先来看个相关报道 和民众合照 前总统马英九 周四晚间 第四度来到基隆 谢国梁迫不及待 与马英九再度握手 期盼多一份支持 马英九发言 将炮口对准 前市长林又昌任内 大日开发公司行贿案 检方起诉 贺信计证等官商 多达11人 这就代表了 林又昌前市府 发生贪腐的问题 对不对 让一个发生贪腐问题的人 来罢免 罢免这个青年 为市民捍卫市场的人 这样子做对吗 对 其实国民党一直以来 就是黑白道 敌口道菜党 真正被起诉的是 这个贺信计证 他是国民党张同龙 执政时期 这个张前市长的心腹 这个地方上大家都知道 只是不断的利用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操弄 甚至说甩锅 来抹黑前市府 林又昌重炮 还击马英九 喊话国民党完全执政时期 基隆发展停滞 甚至倒退 但蓝营仍有大量文宣 声称东岸停车场促餐案 增建2000平商业营业面积 马英九更批评罢免团体 不用拿东岸商场做文章 商场产权的争议 要罢免谢国良市长 这样的罢免完全没有正常性 市府在东岸商场争议中 完全占了肚脚 大家都对不对 基隆市大大小小的一个标案 其实都隐藏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在东岸商场 或者是在电动机车专案办公室 我们都可以非常明确的看见 其实这跟谢国良市长 都有明显的裙带关系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 再开记者会 隶属谢国良争议 以及失败政绩 同时也要他 为误判三驼儿台风负起责任 马英九来到基隆顾梁扯前朝 看来反而更激化罢良力道 所以看到谢国良 这个罢良 两天后就要投票了 咱们来看呢 对 其实我们罢良 只剩了两天的时间 就要罢良了 结果就要出来 结果大家看到的是 现在我们的罢良团里都是年轻人 国民党是总动员 在去挺谢国良 包括谁呢 包括这个国民党跑去的 包括朱立伦 包括蒋万安 连这个民众党都跑去 车嫂挺谢国良 大家记不记得黄国昌还讲了说 我们要挺谢国良 整个国民党都动起来 关键的人物在哪里 关键人物 马英九 已经适度去挺谢国良 这死亡之卧 说真的 马英九握着谢国良的手 我觉得不是一个好兆头 尤其马英九在国庆日 昨天才过国庆日 马英九国庆日 所有的前总统 还在世的前总统 都跑去参加国庆日 只有一个人不去 马英九不去 那他没有空去国庆日 他有空去挺谢国良 然后还乱讲话 他讲说基隆前市府设贪污 前市府是谁 前市府李用昌 可是他讲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马英九所讲的 那个涉及贪污的人 那个大日案 真正被起诉的是谁 是一名姓赫的记政 而这个记政是谁的人呢 是前市长张通荣 张通荣是哪一个党籍 国民党籍 也就是说 国民党的张通荣 时代的心腹 这个赫系记政 被起诉 而马英九用这个案子说 是林佑昌贪污 你也帮帮忙 搞不清楚 所以现在 虽然只剩倒数两天 但是我相信 基隆人的眼睛是血量 尤其很重要的是 大家不要忘记了 如果罢免案没有过 你们今天所看到荒谬的事情 未来只会更加的荒谬 看到罢粮开始 死亡之卧 都来看死亡之卧 大家都说 这不是好兆头 尤其马英九现在连 蓝军很多朋友都对他很不爽 我其实也要贵 你也要贵 我怪你叫他贵 白银 好 你跟他握过 没有啦 我台下比赛的时候 打球第二冠军 总统被冠军 他也接见 我还有在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处的 网站上面有照片 还好啦 正常正常 但是 政治上是这样啦 马英九的代表性 我会比较多 现在去做民调也有 他就喝就九点二%嘛 后来就喝了 又联名 又走去马西会 又去中国 在那里说一些有的 没的 算成的也有三五% 所以马英九去也要加分还是较有分啦 今天要讨论他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政总统嘛 啊再来是因为他去的时刻是当时 是国庆日嘛 他没去总统府 他就叫贼国粮嘛 意思是贼国粮比中华民国更重要嘛 所以大家感觉 谢国粮比中华民国还要重要 那就要去反罢免 那你如果觉得以上论述为非 请你去罢免谢国粮 因为马英九如果知道 一个会啊 就要吃啥 要吃啥 要吃啥 要去队 要去队 这样就好了 嘿嘿嘿 好啊 你好心的 没有啦 那如果在病院 听到医生说 不是啦 你会吃啥也吃啥也吃啥也 都跟你说 病人是屁屁出来 你好心的啦 你恶意吃啥 我是为我们 为我们的政总统 说去病人那里去 病人是你说的啊 没有啦 我哪有说病人 我就说他就有败了 我哪有说病人 你没说病人啊 我没说病人啦 吊豆我没说啦 有败跟病人有什么不同 没有啦 他的意思是 要吃啥也吃啥也吃啥也 对啊 七十不货的看要堆 要堆堆这样而已 他在七十不货 他敲架了啦 他七十不货 所以 这个问题重点不是 不要去重点什么 重点是谢国粮 我说每次的病人 我们其实过去都用 盗政用仇恨 我就很有经验的 我感觉 由贼国粮开始 我们要用账民有六关 有第一个 叫做网粮呢 叫做黄国昌 黄国昌做立委啊 只是网粮没成功而已 你看看我在这里 做每天工作 我也如鱼得水啊 你看看韩国粮用网粮 做立欢义党啊 贼国粮六关账民来面对 对不对 用网粮也没那么快 郭敏党一定会找办法给你做 这样哦 对不对一定嘛 贼民的嘛